林俊憲刻意去挑另外一個戰場 一樣也是民眾黨 他要挑的是黃珊珊 他說之前黃珊珊不是已經答應好了嗎 曾經說過會否決提高罷免門檻 所以你不是黃珊珊而是黃珊珊 可是黃珊珊自己也回應 他說我是反對提高連署門檻 可是要嚴謹程序 這都是民眾黨的一貫主張 所以這個黃珊珊有所謂跑票的問題嗎 還是他其實本來的意思 他就是贊成這樣子 我說過民進黨在認知作戰 當初在討論我們來重新還原一次 一開始是國民黨要提把罷免的 這個所謂的結果 要高於他當選的票數 罷免同意票要高於當選票數才可以過關 那這個也是許宇貞提的版本 而當時民眾黨就講說 不好意思這個我不支持 我支持的是要付身份證 正反面贏本 這個他們可以同意 這個是柯文哲自己都跑出來同意的 所以在國民黨得到 接受到這個訊息之後 後來就把許宇貞的版本排除了 所以才把吳秉睿 因為那個時候吳秉睿 在立法院有一個叫做 他是用身份證的發證日期 就是說除了你要填身份證 現在的這個罷免很簡單 你只要有這個那個連署書就這樣 姓名地址 就是身份證字號 簽名拿去了 就這樣你只要有這些資訊 就可以幫別人簽 重點是現在幫別人簽的比例 大概平均大概在一成多啦 至少有一成多的連署書 目前歷次的罷免 最多最多有兩成多的 最少最少的像韓國瑜的大概是有8% 就所以都平均大概有一成多的 都是所謂的別人幫忙簽 或者是已經死亡的 或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反正就不合格率大概都有這麼高 那所以你說這個是不是一個 這個該處理的問題呢 我認為應該處理 應該處理 那只是說國民黨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不把數據拿出來 你要知道 這個當初民進黨 我跟你講民進黨這個 雙標的時候都很快 當初臨場左罷免案的時候 因為有兩成多的 這個不合格連署 然後呢 其中有這個一萬多份是 所謂的死人連署 那時候中選會 他拿到這些連署書 還說他們叫全部移送法辦 所謂要辦偽造文書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那時候說要辦哦 他恐嚇你嘛 你罷免團隊亂抄來我恐嚇你 因為你要罷免是我的人 所以我就要這樣辦 真的神鬼都是你 所以現在 奇怪了 現在怎麼開始變 不行不行 絕對不可以提高 絕對不可以把這個 嚴署的這個程序加嚴 怎麼會變這樣呢 所以今天我說 民進黨的雙標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國民黨 可不可以拿論述 你可不可以直接拿出來說 你看當初你們是怎麼樣 現在是怎麼樣 那你們拿的唯一的例子 居然是公投法 目前國民黨拿出來的例子 居然是公投法 我必須講國民黨你們的智庫 可以加油一點 公投法最後沒有修過 現行的公投法的連署 還是不需要負身份證正反應本 只是行政院當初有提出這樣的草案 而當初他們就說 為了要避免死人連署 為了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這個案子最後在立法院沒有過 你們該做的是什麼 該做的是你們要把每一次罷免的 這個不合格律列出來 然後呢 把這個之前中選會威脅要去移送 罷免團體的這些規定 這些新聞拿出來 然後呢 去說論述 為什麼要把這個連署的過程變得嚴謹化 因為連民進黨都支持 這個論述 國民黨可以很輕鬆論述的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我只能說 國民黨最近的這種空戰 這種論述在打得很爛 當然因為忙著修理鄭文燦 國民黨最近都沒有在論述東西了 我只能說最近的國民黨 尤其國民黨團 立院黨團 就是硬幹 就是反正我就是要處理 禁腹二毒我就是要處理 你們都沒有論述先行 這樣不行啦 已經在青鳥行動吃過一次悶虧了 現在民進黨就會持續的來造謠 你說像現在為什麼 民進黨主要是抓著民眾黨 因為他們要把民 他們知道國民黨支持著 民進黨拉不回來嘛 國民黨跟民進黨 基本上是兩塊完全互刺的團體 可是民進黨他很清楚 民眾黨裡面有一群 曾經支持民進黨 所以呢我要打民眾黨 打到民眾黨那些人 覺得奇怪 黃珊珊也這麼壞哦 他也說謊哦 如果今天他只要 因為這些人有可能在 他的社群的使用 是可能會接觸到一些 泛綠的社群的時候 他的這些認知作戰就有效 所以他們現在主打民眾黨 原因在這邊 為什麼要主打黃國昌 要幫黃國昌設林堂 要一直說什麼有回頭炒 這就是民進黨策略 就是要把民眾黨極小化 而民進黨極大化 那在這個前提下 才會符合亮哥說的 下一個對付的就是柯文哲 就是我只要消滅了柯文哲 消滅民眾黨 他們大部分人會往民進黨移動 而賴清德的40% 就會變成50% 而2028就會是民進黨繼續執政 而國民黨繼續死守 那35%到40%的選票 沒有用 所以現在的民進黨的主要戰力的對手 是民眾黨 因為要把民眾黨極小化 民眾黨現在有大概 將近20%左右的支持度 他一定要把他 第一個先腰斬 因為腰斬他認為他那減少的10% 就會往賴清德走 而賴清德就會無敵 所以這看清楚他們的策略 那在野黨你說要不要合作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當今天你們已經選擇 民眾黨跟國民黨 已經選擇站在同一陣線的時候 在這樣的議題上面的論述 我必須說這一次國民黨的論述很弱 還是沒有論述 我在結束這一題之前 我在補問顏教授一件事情 兩件事其實應該是說 王定宇他為了要救吳秉睿 他強調說吳秉睿跟藍白 這件的提案可是不同 吳秉睿是不需要提供身份證 銀本的 只需要填寫我們剛剛講的 身份證的換證日期 那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換證日期 我填這個跟我拿銀本 這關係之間 他說藍白的版本 是要提供身份證銀本 是不一樣的 可是你來對比一下 在2021年的時候 這場大選裡面 蘇小惠曾經就提過說 要修公投法 避免死人連署 也要求當時他的版本 就直接說了 應該要填具基本資料 以及年付國民身份證銀本 那果然啦 崇隆大委當初反對的 當初支持的現在 就是通盤就反對就對了 我覺得就是說 確實蠻好笑 就是說我身份證換證的日期 是什麼時間 你是要又要搞大數據 然後又透過這個換證日期 可以知道什麼嗎 這個是很奇怪的 那我還是要回到 就是我剛剛提的 如果今天大家覺得說 這麼容易年署的話 那為什麼不把要求去 那些收集年署的人的資料 先給我們 我覺得這個馬上就減少了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不願意 就是曝光說我在幫誰做年署 這個我覺得如果今天弄出來 就把所有我們兩黨 擔心被罷免的人 大概都會支持嘛 因為但是呢 就像剛剛陽明講的 那你就收集不掉 這麼多資料了 今天我覺得確實 如果今天有些黨 要把這個當作一個個資 甚至還可以拿來賣的 就好像這個美國的民主黨 共和黨 他們那個就是你的支持者的資料 還可以轉移 就是交給人家 然後讓人家去募款 讓人家去知道找志工 找你選舉的時候 需要人家來幫忙 都找得到人的 那是不是這個資料 他們是為了這個而存在的 而不是真正為了要罷免用 我覺得我們今天 只要把這個資料要求曝光 我覺得會減少很多的問題 那我不管是你 吳秉睿你提的是什麼過去 那今天你主要的精神在了 那你應該要支持 明天講 我不曉得王定宇在講什麼了 就是王定宇常常講的話 都很難把他自己自圓其說 那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當他這個好像很強 講話很大聲 他就覺得自己都是對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可能 大家會去再思考一下 你講話大聲 或者好像很有底氣的時候 其實可能就是 心虛的時候 對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請個詞 請個詞 請回答